反修例事件就在一周年 警務署署署長鄧炳強說被捕的超過四成學生 說他們都是受害者 反問是誰相善良家年輕人 變成充滿仇恨的惡魔 邱惟爾報道 鄧炳強出席文件聯員卓會議 討論罪犯年輕化問題 提到過去一年的反修例事件 有8057人被捕 3299人是學生佔四成一 青少年的被捕者其實都是受害人 他們是被爭取政治紅利的人 利用一些假新聞假消息 去灌輸一些仇警的情緒 被他們利用而作出一些違法的行為 企圖動搖我們香港的法治 和我們警隊的執法能力 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 就從來都不會參與暴力 要奉獻政治製品的時間 永遠都只是人家的小孩 我的心真的很痛 究竟是誰將我們善良的年輕人 變為充滿仇恨的惡魔呢 除了檢控 他說亦都會考慮其他方式處理 如果有些案情不是最嚴重的 而是有悔意的 另外是家庭支援亦都比較足夠的話 我們都希望會不會用一些 檢控意外的方式去處理呢 例如是一個警示警戒 截至上個月中 一共有11人在警戒後獲釋 有線電視記者 一惠兒報導 律政司思想鄭若驊說 去年的社會亂局 反映有人肆無忌憚 推動港獨 過關定立港區國安法 是合情合理合憲合法 他強調律政司的檢控工作不受干擾 不會叫他告就告 一惠兒報導 由北京回香港的鄭若驊說 客觀地向中央政府表達了 對定立港區國安法的意見 不便透露內容 他相信香港絕大部分市民愛國 但是都是有一小部分人 我們是需要理解到 有機會他們會違反這件事 在去年那個情況出現到 那種亂法 那種暴力法 或者那種恐怖活動的情況 如果香港慢慢浮現出來 那種港獨是肆無忌憚 在表揚去推動的話 我想很多人都會明白到 從一個國家這是不能接受 所以國家去立一條法例 去處理這些少數人士 去危害國家安全 其實是合情合理合憲合法的 具體條文未出路 鄭若驊說不猜測內容 在中國的刑法方面 一般來說是沒有追溯力 真的有少數例外 可能是有一些公約 或者一些國際慣例 那檢控工作由誰負責 至於最高刑罰是多少 在哪一級法院審理 又是否要由中國籍法官 在特別法院審理 他相信會跟回目前的制度 法官的委任是按專業和司法專長 即使有專責法庭處理 也是好事 不用過分揣測或者擔心 他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 依據立法法去諮詢 市民有渠道表達意見 其實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國家安全的法律 不只是我們700萬人 是14億人的事情 有線電視記者優惠儀報導